假设大R是显性的正常 小R是隐性的 好那蠶痘症呢 小B是隐性是蠶痘症患者 这两种疾病都是性联遗传隐性的 好那我们往下看 那已知呢 父亲为视觉正常但具有蠶痘症 那母亲是大R小R大B小B 其中R跟B连锁 我现在把这个父母双方的经习写一下 妈妈是XX爸爸是XY 已知爸爸是视觉正常 但是患有蠶痘症 蠶痘症有小B 所以爸爸是X带了大A 所以没有红绿色嘛 不是A啊 他用的是R 更改一下 带了大R 但是却带了小B 所以爸爸是蠶痘症 那妈妈呢 她说妈妈是大小大小 其中大R跟大B连锁 所以妈妈的一个X蓝色里 带了大R跟大B 那另外一个蓝色里 当然只能带小R跟小B咯 这是妈妈的状态 好那我们看题目 如果是这样的话 生下的女孩必定没有红绿色吗 请看 因为女生 两个X 其中一个X是爸爸给的 而爸爸带着是大R跟小B 所以一定有个大R 有大R就不可能是色嘛 所以A是对的 女孩会得到爸爸那个X 那个X带着大R 大R就保证她的女儿 不会是红绿色嘛 所以A是对的 好再来看B血相 生下的男孩一定是红绿色盲 且成功症吗 为什么不对 因为爸爸提供Y而已 妈妈有两个X 如果妈妈提供的是第一个X 带着大R跟大B 带着弱是大R跟大B 这个男孩会完全正常哦 所以男孩不一定 不一定是有疾病的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结果就知道 他们所生的男生当中 一半是健康 有一半是又色盲又残痘症 对 因为就是你生到妈妈这个小R跟小B了 好 所以这里B 你的生下的男孩并不一定有疾病 有一半的机会两种病都得到 有一半的机会两种病都没有 所以B是错的 好 生下的女孩儿 必定带有红绿色盲和成功症吗 不一定啊 因为他可能获得妈妈这个X 大R大B 如果这个女儿都知道是妈妈大R大B 这个女儿也健康 所以C也不一定 好 注意一下 生下的男孩有一半机会是 没有红绿色盲且没有成功症 就是完全健康 对 没错 妈妈两个X 一个X是小小 另外X大大 你知道大大完全健康 等到小小两个病都发病了 所以有一半的机会 男生发病 有一半的机会男生不发病 诸是答案 好 最后一个一选项 生下的男孩如果没有红绿色盲 就一定没有残症症 对 因为妈妈两个X 大R连锁大B 小R连锁小B 好 那 当你得到的是这个男生体 就两个大 你就没病 所以要么就没有生完的话 就会同时没有残症症 所以这题的一是答案 是答案 but 看起来这个考题没有考虑互换 对不对 因为妈妈就是大连大小连小 但有没有可能互换 有可能 但这里似乎没有讨论互换 因为互换太复杂了 好 所以这一答案 一有的 因为妈妈的连锁情况就是这样子 大R连大B 小R连小B 以上多选第三题